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三护 亡情必处啊 无论项羽也好 无论林邦也好 都是处人 处我们大家知道 最早是在河南的南洋 就是我们今天河南的南洋 南洋理工学院 我还是科座教授 我还是兼职教授 所以那里他们请我做兼职教授 我就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研究处辞 因为那里是楚国最早的发源地 我们大家讲到楚慈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张仪去骗楚王 你只要跟齐国绝交了 我就怎么样 我把商务自己给六百里 楚王马上同意 为什么有那么大吸引力 大家想想看 绝对不是 这六百里不是普通的六百里土地啊 这个六百里是楚国的祖先的祖庭啊 你要知道 所以有很大的诱惑力 很多人讲课他都没讲到这一点 祖先的发祥地 丹水紫阳 最早的丹水紫阳的发源地 所以楚外国马上同意 但是没想到最后张仪骗他 我没讲六百里 我给你六里 六里干什么 做大使馆现在 没用啊 是吧 后来两国打仗打什么 大家不给我回家 那是以后的事情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楚 后来是发展到湖南湖北 最后楚把吴越 越灭掉了以后 我们浙江跟江苏一带都叫楚 所以刘邦也好 项羽也好 项梁也好 都楚人 都楚人 我们大家知道 项梁后来死了 项羽做了西楚霸王以后啊 他把东城定到自己的土地范围里面 就是徐州 就当时叫鹏城 家里多好 每天听得出家乡话 是不是啊 回到家里 人家劝他这个地方不宜住首都 项羽的回答什么回答 我假如得到了天下 我不回家乡去 我就想穿了一件新衣服的晚上走路 人家看不见 不好 他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很快就灭亡了 徐州这个地方不适宜做首都 这个首都非常怪 大家想想看 我们在北方做首都 北京 西安 洛阳包括 做首都时间都很长 都几百年 南京这个地方做首都 做不了几年 都很短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可以可以 总结一下 他历史教训有时候 现在很多人讲风水 讲环境也有关系 刘邦后来我们大家知道 听从了首都 他本来想回来的 也想回土地了 但他后来听了自己手下人的建议以后 他决定以咸阳作为首都 就是秦国人的首都作为首都 他认为这里是河山很不安 这里是摄于首都的地方 所以刘邦是有眼光的一位政治家 但是做了首都以后 我们大家知道 刘邦人在外地工作了等于是 家乡的土语方言都听不到了 那怎么办 所以刘邦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 经常叫自己的手下的人给他念《楚词》 大家注意《楚词》 《楚词》是我们南方的一种文学样式 诗歌 北方的文学样式是《诗三百》 后来叫《诗经》 南方的诗歌样式《楚词》 《楚词》里面分三部分 有一部分是可唱可舞的 可以像演戏一样的《九歌》 《九歌》十一篇是《曲缘》 它改变了《楚词》的一些 《寄神》的一种乐歌 它把它改变了 可以唱歌可以跳舞的 还有些是可唱可吟诵的 你像《黎骚》 你像《九章》 可吟诵的 你像《天问》 他一年问了272个问题 像《老天问天》 《天问》就是《问天》 所以《楚词》 你不要看看《楚词》 今天我们看到的《楚词》 是刘相把它截起来的《楚词》 我怀疑是不是刘邦那个时候 《楚词》 是不是作品还要多一点 那可能刘邦看到的更加丰盛一点 会不会 这个我不敢得出结论 不敢得出结论 所以我们大家看看 第一个是《楚词》 汉术发展的《楚词》 汉高宙刘邦 他是楚地人 所以他经常叫手下的像年柱 这些人出来念念楚词 他喜欢听家乡的一种文学作品的一种声音 所以这个是汉府发展的第一个原因 这些时期的《楚词》主要是追随《楚词》的传统 内容大多是收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声势感慨之作 而在形式上以《楚词》比较起来 初有转变 但是不大 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仪 淮南小山和梅琛等 贾仪有调缺缘斧和佛妞斧 淮南小山有招影寺 梅琛有七发 这些都是有名的作品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因为我们的上课时间不多 希望这些作品大家更为自学 只要我们课文里有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 都是选的很好的一些作品 我把慈父 因为我们今天这些课必须要讲完 我下面把两部分都讲了以后 有时间的话给大家讲讲作品 第一阶段是梢堤府 梢堤府我们看起来 跟这个楚梢非常相近 跟梨梢非常相近 帝高阳子苗一系 证王靠也不庸 涉体正于孟州系 为耿炎无以轰 是吧 王兰可于粗度系 找世余家民 名于郑泽系 自于与邻君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等下我们再看看吧 第二阶段是神体大福 什么叫神体大福呢 汉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呢 是从西汉五帝初年到东汉中叶 大概200多年的时间 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 特别是汉五帝 汉宣帝时代 汉府可以说达到鼎盛 我们大家知道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当皇帝当的时间 最长的是哪一个 大家知道 我们不要说先庆 先庆有些什么多少年 八百年几百年 不要理他 这个是虚构的神话传说 第一个是康熙皇帝 61年 对不对 从有记载真实的人说 第二个是乾隆皇帝做了60年 他还可以继续做 我爷爷61年 我不能抄够他 我做太上王吧 最后他太上王还做了几年 打拳 二瓶以上的怪 还要他的手 带上王做了几年 康熙61年 乾隆60年 第三个就是汉武帝 他做了54年 第四个是梁武帝 48年 汉武帝做54年皇帝 他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结尾 做到年纪很大 这个皇帝了不得 这个皇帝了不得 你今天看看他 文字武功啊 还是样样都行的 文字武功样样都行的 我们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 是吧 看过了没有 还拍得不错的 拍得不错的 城堡国演的 拍得不错的 这个 汉武帝 他的 曾祖父汉高宗 他是非常佩服的 他的祖父汉文帝 他的父亲汉景帝 汉文帝 我前天给大家讲课 都是非常计算的皇帝 汉文帝是计算到什么程度啊 他身体不太好 像造一个露台晒晒太阳 后来叫城下和算了一下 要费多少钱 你说皇帝造一个露台晒晒太阳 有什么了不得啊 是不是啊 吹吹风晒晒太阳 今天我们都有空调 都有什么是吧 但是城下算了一下 你造一个露台要 守护人农民的收入 一年的收入 汉文帝说不造了不造了 我就不用露台吧 不用露台吧 他能够计算到这种程度 汉景帝继承了他父亲的乙奉 也是很计算的 他腐岁拼命增加 鼓励农民种田拼命增加 国家仓库里收起来的钱非常多 最后穿铜钱的牛皮金都烂掉了 钱散在那里 汉武帝行事看看 那么多钱 好多事情了 他想做事情 他想做什么事情呢 造名堂 我们今天讲汉武帝 百说不假都尊鲁说 这个绝对不单单思想界的一件事情 儒跟道不一样 儒跟道不一样 儒讲知己不可为人为止 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一定做得成功的 我还要拼命去做 道讲无伪 我们经常到谁个地方去看 我到美国去看 哈佛大学的教授门口写了两个大字 无伪 大家注意 无伪不是无所作为 无伪不是说我每天在家里 晚晚不做任何事情 无伪是顺应自然 它是一种最高的准则 做事情要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 假如碰到困难措置了 你应该怎么样子 你顺利了应该怎么样子 这个叫无伪 无伪 无伪不是无所作为 有所作为 它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我们跟外国人经常有思想方面的争论 外国人说 中国人没有思想 他们外国人都信教的 信伊斯兰教 信基督教 信天主教 是不是 但是我到美国去 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也有教 我们是鲁士道三家和一的教 鲁家叫我们努力奋斗 道家叫我们无伪 顺其自然 佛家叫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 我们今天这座的同学们 能够坐在这里 是不是这三种思想 有时候如何在一起的 没有经过努力奋斗 你们能够到这大这个课堂上来 这大区分那么高 是不是 有些人 比如说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正确对待他 我们要顺应自然 这个就是道家的思想 是不是 我们还有崇善 及希望于未来 这是佛家 所以我们中国人 你表面看看 没有什么宗教 实际上 鲁氏道三 叫深入人情 深入人情 我这里要讲的是汉武帝 汉武帝这个儒家思想上来以后 他的祖母开始就推行王老子道 吴维尔兹 让百姓发展 汉武帝他要有所作为 他就用儒家的思想就出来了 他有几项规定 那个造明桃 什么造明桃呢 我估计汉帝初年的时候 这房子都是很低矮的 今天我们假如到北京去的故宫 你看雄伟吧 真的能够显示皇家气派 我到韩国去 韩国人请我去看他们的故宫 我看了一下 我心里想象 不能跟我们汉家的故宫相比 你们到底是小国 我们是大国 不一样的 是不是 汉武帝提出要造明桃 造明桃 祖母一听到就老虎 造明桃你要花多少钱 很大的礼堂 就是说要花钱 是不是 汉武帝提出来要诸侯子国 诸侯子国是什么意思呢 封了侯子 这些很多人都赖着手都不走 不去自己诸侯里管事情 不是生非 儒家的观念你必须去 必须去 等等有许多规定 这个儒家的观念 那么汉武帝要做事情 我们大家知道 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打匈奴 是不是 打匈奴 你是要花多少钱 汉武帝是会花钱的主人 会花钱 打匈奴 你想用了卫青 用了活躯病 他还用了个李夫人的兄弟 可惜这个李夫人的兄弟不争气 后来打仗打败掉了 他用的都是自己女人家里的人 魏子夫是他的夫人 魏青是他的兄弟 还有何躯病也是他的魏子夫家里的一个侄儿 外甥 打仗 你要打仗 你要花多少钱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你假如要派何躯病带一支部队打到匈奴里面去的话 不是说一个人一匹马 一个人最后三匹马 两匹马轮着骑 那种将军们 那种勇士们 一个人都牛高马大的 两百米 这个马吐着动马 连着跑 两匹马轮着骑 还有一匹马 背他的粮食 背他的被弱 是自重 一个人三匹马 你想买马 我们中原这个地方的马是跑不过匈奴那边的 都到西越去买了 西越去买了 一个士兵就要赔三匹马 假如一万骑兵 两万骑兵 你说要赔多少马 要花多少钱你想想看 是不是 我们随便所说 所以古代你出去打圣仗大了还好 打了败仗回来 你把我五千骑兵全部弄完了 一万两万骑兵全弄完了 他非上帝的头不空 他就这样子 我们一算 我们就知道 这个经济情 汉武帝是个做大司机的人 所以汉武帝的时候 达到了顶峰 最后他把匈奴能够达到墓北去 最后汉武帝他提出了风扇 我要到太太上面去 风扇 我可以召告天下 我把匈奴打破了 打破了 用不着和亲了 以后我们再讲 所以那个时候 汉武帝豪大喜功 那么文学作品也出来了 司马相如写了子虚府 子虚府写什么呢 忠侯的两个人对话 你是齐国的 我是楚国的 齐国说我多少好 楚国说我多少好 最后出了一个天子这边的人 你们两个都不好 我天子这边的园林多少好 打仗多少有架势 汉武帝看来据说是非常高兴 汉武帝看来非常高兴 跟边上的人讲 恨不与此人同有业 因为古人认为古人的文章写得好 写这个子虚府的肯定是古人 没想到他身边这个人是司马相如的老乡 叫杨德义 他做的什么官呢 司马迁的陛下是写得非常辛辣的 说他做的是狗尖 狗尖就是给汉武帝管狗的人 汉武帝也喜欢养狗啊 我们今天宠物狗到处堵死 汉武帝也喜欢养狗 给他养狗的那个人说 哎呀 他说皇帝啊 你不知道 这个人是我的老乡还活着 年轻着呢 汉武帝说马上把他请来 马上把他请来 从此司马相如一步登天 一步登天 我们大家晓得司马相如的故事 大家很熟悉 跟周文君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啊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里 说他是骗钱劫色 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 我也曾经到彭安去开会 我到彭安去开会 彭安就是司马相如的家乡 也请开会也请我去 我也去了 后来他们开头的很多内容 上推就批谁批谁 但是他要批的人没到场 我看看也蛮有意思 蛮有趣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请来呢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不是更好吗 问题就讨论明确了 是不是啊 司马相如的家乡是个很穷的地方 鹏安 四川鹏安 司马相如 做文君的故事 我们这里没有时间 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大家都熟悉了 司马相如写了子虚府 后来到了舍都以后 再下了上陵府 后来还帮汉武帝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啊 他跟众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 嗯 司马 他这个作品呢 大家看看呢 这个时期的辅作啊 内容大都是描写 汉帝国未曾私邦的国事 新兴多月的繁华 水漏无产的丰饶 宫是圆月的妇礼 以及王家贵作的田略 歌舞式的壮观场面等等 啊 我们作品选里选了几篇汉服 大家翻翻看 每天讲汉服汉服 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 一定要读汉服啊 一定要读汉服 讲到唐诗大家都知道一些 讲到宋诗大家都知道一些 讲到汉服大家也要知道一些 我们大学里大量的时间留给大家自学的啊 啊 老师我们导师啊 引进门啊 啊 导师引进门修行靠自己啊 啊 修行还靠 读书还靠大家自己 你看他怎么写的啊 这些作品呢 一方面对当时的国事 和一丝文我只剩进行夸耀 充满了自豪的感情 一方面又对统治者 挥霍享乐的行为 流露出某些不满 而且利用福呢 进行委婉的劝诫和讽刺 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 从汉武帝刘彻到汉宣帝刘迅 这所谓西汉中叶 是汉帝国国势最强盛的时期 汉武帝又是一位雄才大律的皇帝 他上传文景子字 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 他北向出击匈奴 消灭了多年的变换 他用兵南方就做了南方一些部落纷争的局面 汉帝国出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在一般文人的眼里 无疑是一个值得颂养的盛事 这些原因错失了汉大復的发展 天下大定那么繁华 你不写汉符才怪的 所以汉朝出现了这种大復 因为当时司歌还没出现大復 加上汉武帝浩大西宫和附庸枫雅 造那文学四宠 提倡写着词符 而且用利落作为诱饵 正因为如此大量的歌功颂道的作品就产生了 他们既写了歌功颂道的产品 又写了一些赶开自己家绅士地位 以北街访谂为主的作品 那个时候主要的代表作家以司马相鲁 杨雄 班固等 司马相鲁的代表作品呢 是子虚府 上陵府 有些人认为子虚府 上陵府 曾经合为一篇 子虚是上篇 上陵是下篇 杨雄有甘泉府 雨立府 长阳府 河东府 班固有东都府 西都府 合起来 班固这个 也叫两都府 所以这些作品啊 代表了我们汉代整个汉代的 司服作品的最高成就 我先把总的给大家讲掉 剩下的时间我们讲作品 这个是西汉 刚才讲的是西汉时期 我们大家知道西汉每一个朝队啊 都由盛到碎 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知道出现了一个 宰相 这个人名字叫王莽 王莽 王莽这个人平时谦虚谨慎的不得了 大家都说他是好人 但是他最后做了一朝旗呢 做得非常不好 把皇帝废掉 他的皇帝把位子想让给他 他自己做了皇帝 没想到新王的人不能够做皇帝 天下人共同都打他 最后呢他这个皇帝做了十四五年啊 最后被打掉了 他这个朝队叫新朝 新旧的新 新 所以叫新莽 这个 所以西汉跟东汉中间呢 干了十四年 干了十四五年啊 中间一个断层 就是王莽 王莽这个人叫了不揣汉的话 可能作为一个丞相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可惜他做了皇帝 所以以后东汉呢接下去 东汉刘秀是汉高中刘邦的第九代孙子 他倒也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他拿到了天下以后宣布继续汉朝 但是到了中汉东汉中叶以后呢 那么国事也慢慢的开始都想闷乱 那么汉府的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呢 也来临了 这一个时期 汉府从思想内容 体制和风格上 都开始有所转变 那就是歌颂国事声威 美化皇帝 转移铺彩离文的善提大夫呢 可是虽微 而反映社会黑暗 疾风时事 抒情拥物的短片小夫呢 可是兴起 这一转变 主要是因为当次社会呢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恒 张恒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 其后有蔡庸 赵耶 倪恒等人 张恒的 抒情小夫的代表作品是 龟田府 赵耶的 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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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转变非常有名 刚才向大家介绍了 汉府发展 七汉东汉四百年当中 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 发展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烧提府 第二阶段是 神提大府 第三阶段是 抒情小府 抒情小府 有无疑 准备 调教堂 五 五 六 六 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